叶欢神色未变 好像压根就没有听进去 黑骨老虫有些郁闷 脸又提醒说 叶老大 但凭着我俩的能耐 是杀不出去的 你可得考虑清楚啊 不用考虑 我没有想过要杀出去 叶欢伸手一周 立刻把西方先帝拉到了身前 老大 西方先帝这次十分狡猾 就算你拿他做挡箭牌 也没什么意义 因为他肯定在别的地方 保存了记忆 就算你现在打爆他的真身 只要他的魂魄不灭 他就可以从头开始修炼 以他在西方先遇的号召能力 即使从零开始 他培养了几万年的死党 也会忠心耿耿地追随他 黑骨老虫着急地介绍了一番 但是叶欢依旧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这让他更加急迫 忍不住又劝导 要不你何为贵吧 反正你已经让他得到了教训 怎么样 西方先帝听到他这样劝说叶欢 心里顿时充满了希望 脸上也洋溢着笑容 他哈哈一笑 冲叶欢说道 老爹 你要是不解气 可以打我起巴掌 算是我欠的 从今往后 我们依旧是兄弟 我祝你重登东方先遇的帝君宝座如何 叶欢哼了一声 哼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西方先帝沉下脸 不高兴的 你就算今天把我灭了又能怎么样 怕日我重返帝宫 你的日子会好过吗 叶欢冷的 当初你坏我的时候 可曾想过今天的日子不好过 西方先帝一正 善笑的 哼 远远相报何事了 不如我们相逢一笑灭恩仇吧 休想 叶欢吃的 哼 西方先帝恼怒起来 他冲着天佑将军大喝的 调集中兵 哪怕一只蚊子 也不能从这里飞出去 我今天固然一死 也得拉个垫背的 天佑将军立刻举起了一面旗帜 高声说道 恶将遵命 陛下尽管放心 今日没有你的命令 任何圣灵都别想活着离开这里 空中突然冒出了两排 穿着金色盔甲的先兵先将 他们照着头盔 让人无法看清他们的面孔 但是叶欢只是瞥了一眼 便清楚地发现 这些先将功力 居然都在七柱的功力 而且他们人数较多 转眼间便接出了一个莲花状的阵法 牢牢地把自己围在了当中 黑骨老虫叹了口气 泄气道 叶老大 在别人老巢里面 我们何必应拼呢 叶欢不为所动 深情冷峻 谁手取出了玄天金顶 一把将西方先帝塞了进去 他这样做 显然已经表明了坚决的态度 哪怕今天孤注一掷 也绝不妥协 就在这一闪 空中打开了一个虚幻的拱门 里面飞快地跳出了四个 穿着青色长袍的老道士 他们手上均拿着扶尘 常染吉凶 银发披头 这不是齐山四怪吗 居然都到齐了 黑骨老虫的脸色顿时有些难看 天佑将军指着叶欢 给那齐山四怪介绍道 齐规这人 就是这小子 他叫叶欢刚才抓走了我们陛下 好小子 今天我们不能让你跑了 那个叫西龟的老道大声地喝道 叶欢嘴角浮起了一丝冷笑 哼 就凭你们也想留住我 做梦 西龟老道哼了一声吃的 狂妄的小子 我们非得教训你不可 说着他仰起了扶尘 做出一副攻击的模样 叶欢鄙视着瞅着他 冷道 你还不配 配不配 可不由你说了算了 西龟老道怒了 手中扶尘瞬间竖了起来 谁知这时 远处传来一个悠扬的声音 西龟 你不是他的对手 那声音来得并不慢 甚至可以说非常及时 但西龟老道却假装没有听见 他身体急速地旋转起来 手上扶尘 更是散开像万条金针一样 根根直立 横着刺出光芒 直刺夜欢的全身各处 小心 这是追戏扶刺 十分霸道 黑骨老虫急忙提醒 夜欢身形一闪 瞬间在原地消失 下一刻 他竟然鬼魅般地出现在了西龟老道的身后 找死 夜欢吐出两个字的瞬间 他对着西龟老道轰出了一圈 西龟老道只觉得一道强横的钢风 袭到了身侧 心下暗道的一声糟糕 他奋力地跳了起来 急速间像蛇一样扭动着顿走的路径 但是那道钢风还在紧追着他不放 西龟老道顿时大害 慌忙地叫道 师父救我 刚才提醒过你 谁叫你不听话呢 真是活该 空中在此出现那个苍老的声音 就在那一刻 夜欢轰出的钢风 偏转向了高空 顿时积在了一朵厚重的黑色星云上 那朵星云一下就炸开了 但夜欢轰出的钢风也跟着列成了气雾 天奴老祖 你来得正好啊 天佑将军大喜过望地迎了上去 这小子刚才实际 抓了我家陛下 你快帮我们把他拿下 来人居然是天奴老祖 夜欢对他并不陌生 他对夜欢同样很熟悉 当初夜欢还服了他的面子 执意不肯拜他为师呢 现在两人在此相见时 天奴老祖的神情就变得复杂起来 他凝视着夜欢 过了好一会儿 才摇头叹口气说道 你真是个怪物啊 嘿 也没过多久吧 你的功力居然变得这么高 若不是老夫修炼出了通天赤眼 还真不敢相信 你竟然在短短一个月内 结出了九颗金珠 场中众人全都大吃一惊 黑骨老虫黑黑的笑道 天奴老祖 你眼里真不错 佩服佩服 天佑将军和那四个老道 全都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的看着夜欢 尤其是天佑将军 更加接受不了 他忍不住说道 老祖 你没看走眼吧 他体内真有九颗金珠吧 你怀疑我的眼力吗 天奴老祖沉下脸 有些不高兴 天佑将军慌忙说道 不敢 不敢 今天老祖亲自出马 就算真的结出了九颗金珠 也绝不可能逃出您老的手心啊 天怒老祖摇摇头 老夫只是从这里路过 没想过要帮谁 老祖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天佑将军 着急地问道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七百二十五章 援军杀到 师父 你可不能任由他嚣张啊 西规老道也跟着说 他心里清楚 如果天奴老祖不肯出手 那他们齐山四怪 也就没有任何机会留下夜欢了 当然 他们还有阵法 不过要是能劝动他帮忙 事情就简单多了 但是天奴老祖依旧坚决地拒绝 这事我真的没法管 为什么呀 师父 难道你怕他吗 西规老道一急之下 忍不住叫起来 他又不是什么大人物 我怎么会怕他呢 天奴老祖昂起头 很是不屑 在他眼中 虽然夜欢的功力 提升到了九珠的境界 但他终究只是一个 矛头的少年 完全不能同他这样 在仙界混了万万年的 大佬相提并论 黑骨老虫黑黑地笑道 我这夜老大 也不是什么小人物 天奴老祖轻视地瞄了夜欢 有些傲慢地问黑骨老虫 那你说来听听 他是什么来头 黑骨老虫哈哈一笑说道 他前世你应该不陌生 天奴老祖一正 没好气地说道 老黑呀 你失去了地位 真是活得越来越糊涂 有话不妨直说呀 黑骨老虫顿时有点不高兴 陈生说道 他的前世 就是东方先帝 奥无痕 天奴老祖历史有些吃惊 眼里露出了严重的怀疑神色 夜欢摸了一下鼻子 男男说道 原来我是有名字的 我叫奥无痕 在我那记忆里面 别人很少叫我名字 我差点就忽视了 天佑将军正色说道 老祖 他前世虽然是东方先帝 他今世却未必是 为什么呀 天奴老祖愣了一下 因为他走不出我们这方先语 天佑将军沉下脸说 天佑老祖微微皱眉 然后看向了四周那些仙将问道 天佑啊 如果他真是奥无痕 那你认为这个仙镇 挡得住他们 他这样问 更多的是不相信 天佑将军咬了咬羊 说道 我还请了勾人过来住阵呢 哦 天怒老祖若有所思的 点了一下头 黑孤老虫一听 顿时急了 一下就嚷了起来 你大爷的 你还找了谁 今天 难道我们真的要丧命于此吗 站在夜欢旁边的 滤心虫鸡 鄙视地瞪了他一眼说道 亏你还做了这么多年虫弟 竟然如此贪生怕死 滤姬 我这不是怕连累你吗 黑孤老虫善笑道 哼 义大哥 羞有成竹 早有打算 他们岂能留得住我们 滤心虫鸡 傲然说 真的吗 老大 也有援军 黑孤老虫 对时两眼放光 马上左右观望 一边还在急切地问 援军在哪儿呢 滤心虫鸡 打倒 我怎么知道 原来你是在自我安慰 我还以为东方咸语那边派兵来了呢 黑孤老虫不禁有些泄气 自言自语地接着说道 东方咸语 距离这里有点远 到达刚刚才找回记忆 只怕还没来得及 让他的部下相信他 他们又如何肯舍命来救 他的话音刚落 忽然 四周响起了一片犀利的鸣叫声 数量巨大 十分刺耳 瞬间震的这片星空是嗡嗡直响 叶欢淡然说道 终于来了 场中众人 除了天奴老祖外 个个都大吃一惊啊 黑孤老虫更是惊道 这不是我的虫语 百万昆虫大军吗 他们是来帮谁的 当然是帮我们的 绿心虫鸡信心满满地说道 死了 就在这时 空中忽然裂开了一个黑洞 一大片虫子瞬间钻了出来 这些虫子个个都很藏的 但为首的那只 却是条小虫 米龙 陛下 你来了 绿心虫鸡立刻叫了起来 黑孤老虫一呆 他哪会认不出米龙 眼里顿时划过了一丝复杂神色 拦住他们 天佑将军 急忙挥动手上的大旗 指使着那帮先兵先将 结成了一个铁筒状的阵法 但是他们节省的速度还是慢了一点 米龙早已经带着四只黑色的甲壳虫 闪电般地穿了进了 同等功力下 虫鞋撕裂空间的本事 据说比仙人还更厉害 米龙和那四只甲壳虫 瞬间掠到了叶欢的前边时 立刻停了下来 不过叶欢看了一眼 却微微皱眉 虫玉果然出不了奇才 传言中说 虫鞋很难结出九颗金柱 如今看来还真是如此 米龙带着四个贴身大虫架 他们多半是整个虫域功力最高的 但是他们无一例外 体内全都结着八颗金柱 黑狗这死竟然也在这儿 欢歌没事吧 米龙紧盯着黑狗老虫 神色顿时有点紧张 那四个甲壳虫看到黑狗老虫时 眼神也有点距异 毕竟黑狗老虫统治虫育那么多年 尤为余子 叶欢平静地说道 我没事 你们来得很及时啊 欢歌 这四没有控制你吧 米龙警惕地瞪着黑狗老虫问 叶欢还没说话 黑狗老虫就先叫了起来 米龙 你眼瞎呀 是他控制我 米龙一正 这才注意到黑狗老虫脖颈上的银圈子 他顿时反应过来 忍不住开心地笑了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 黑狗老虫被我欢歌套住 感觉如何啊 感觉 好极了 好极了 没想到黑狗老虫居然很欢天喜地地大笑起来 装 你呀真能装 做了俘虏还那么高兴 真是个贱命 不不不 米龙啊 这你就不懂了 要不是我遇到叶老大 我永远无法接触第九颗金珠来 正是因为他的点拨 我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假一时 我一定会跟着他到神界去私混 嘿 在仙界混了这么多年 我早就会烦躁了 米龙愣了一下 便跟着点了点头 似乎明白了 你这丝坏事作件 没想到我欢歌不杀你 还花点心思来点拨你 你的命不错呀 突然 空中传来一个阴冷的声音 命好 有什么用啊 一旦落到老夫手上 你就可以让你生不如死 场中众仙全都有些惊异 因为这声音听起来十分的空灵和飘渺 不知从哪儿冒出来 天有将军大喜过吗 哼 我们元军终于到了 就在那一上 四周忽然布满了黑色的气雾 与清灵的仙云完全不同 令这片星空瞬间变得诡异起来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七百二十六章 通灵使者 叶欢的眉头微微一拧 转头看向了米龙 此时米龙的眼神有些严峻 身上更是涌起了一圈圈戒备的光环 叶欢心道 米龙一定认识来人 刚这样想着时 一个裹着白色长袍的人形人物 从云雾中冒了出来 他的全身上下都被包裹得很紧 头和脸都没有露出来 甚至连手和脚都缩在了衣袍中 这身奇特的白袍四周 又泛起了一层幽蓝的光芒 给人一种极其神秘的感觉 米龙突然叫了起来 幽冥使者 叶欢心里一动 原来这是一个大鬼头 来自幽冥界 当然 他一定不是普通的小鬼 估计身份非常高 因为场中仲仙 多数人看见他时 全都寂静无声 眼神中均透露出了尊敬 唯有天奴古仙的神情比较平静 据说仙界当中 只有少数古仙 跳出了三界 不在五行之中 所以才不用轮回转世 但凡要经地府轮回的所有灵魂 他们的命运 都处于幽冥地府的掌控之中 换而言之 就算地府的鬼王和使者的功力不高 可能打不过仙界这些八九珠的大仙 但是谁又敢保证 自己不会转世重生呢 所以 只要还会进入轮回 大家就得对幽冥地府保持着无比的尊敬 否则一招落到他们手上 恐怕就会受尽百般的折磨 地府十八层 层层肩身 如果有大鬼从中做稿 下去了魂魄 自然就再难见到天日 头领使者 你们来得正好 天有将军一见 立刻笑眼珠开地迎了上去 他毫不客气地指了一下夜欢 继续说道 就是他 仗着手上有法宝 竟然擅自把我家陛下给抓起来了 还说要灭了他 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这个幽冥界过来的使者 也不知道他听进去了几分 由于他全身都包裹在白袍中 甚至夜欢也无法看到 他的脸在哪个方向 不过夜欢现在 已经不关心他的长相了 哼 如果你能秉公之法 我可以不和你计较 倘若你敢偏袒 我便和你战斗到底 夜欢心里冷笑一声 通灵使者悠悠地冲夜欢说 凡请阁下 先把西方陛下放出来 夜欢面色一寒 冰冷地吐出两字 休想 场中仲仙听到夜欢这样说 个个都神情大变 天佑将军更是幸灾乐祸地说道 哼 这人真是不是实物 竟然和幽冥使者作对 难道你活得不耐烦了 米龙急忙打圆场 欢歌 通灵使者代表着幽冥界四大鬼王 所有要去幽冥界转世投胎的鬼魂 都会敬他们手 当年你转世去夏季 就托他们帮忙 才有了你的今天 我的今天 不是我努力奋斗得来的吗 为什么要看他们的脸色 夜欢眼神一冷 陈生说道 今天要想叫我放出西方这寺 绝不可能 小子 你的口气不小啊 难道你就不怕有朝一日 落到我们有名地府的手上吗 通灵使者半事威胁地说道 夜欢神情严峻 并没有马上打缓 天奴古仙同样用冷峻的目光 瞅着夜欢 忽然用神势暗中提醒 虽然你结出了九颗金珠 但你依旧没能跳出轮回 夜欢看他一眼 毫不在意地对通灵使者说道 你刚来这里 不问青红皂白 直接就拉偏价 这算是什么 仗势欺人吗 在我幽冥地府面前 没道理可讲 我们的话 就是至高无上的真理 通灵使者一口一个幽冥地府 唬得场中众仙 个个都有点紧张 即便是黑骨老虫 也忍不住劝也唤 别和他们道 胳膊肘扭不过大腿的 夜欢轻横一声说 哼 我得看看 这幽冥地府的大鬼 是不是都这样不讲道理 欢歌 这怎么看 难不成 你要走地府一遭吗 米龙有些着急 又说道 即使你去了地府 他们都是一家人的 怎么着 也得帮着自己人 对不对 听到米龙这样说 天佑将军顿时 露出了得意的神色 夜欢 我家陛下已经放出话来了 只要你放了他 他保你重新登上东方地位 从此同你和平相处 不计前线 以兄弟相待 你要是不识实物 得罪了幽冥地府 你以后的日子 恐怕就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了 夜欢鄙视着 看了他一眼 愣道 我这里有现成的大鬼 米龙一听 眼睛顿时一亮 似乎想到了什么 通灵使者又发话了 语气十分的冷傲 普通的大鬼 在我地府中说话有何分量 夜欢没理他 伸手取出了玄天金顶 不紧不慢地打开了 众先都不明白 夜欢这是要干什么 个个都诧异地看着他 哭啦 就在这时 两个黑色的鬼影 从顶炉里边飞了出来 他们在空中未成形时 如同两个扁平的干尸一般 但转眼之间 两个大鬼森冷地 落在了夜欢的跟前 他们穿着一身黑衫 看似穿着比较普通 但他们回身上下 鬼气直冒 不过场中众仙 好像绝大多数人 都不认识他们 即便是天佑将军 眼里也闪过了一丝困惑 哦 这俩大鬼头功力不高啊 有些人暗中在窃窃私语 是啊 其功力冲击量 是相当于我们六主的仙人 这种大鬼头 即使在幽冥地府 也不会有多大职务 说不定这俩大鬼头 还得跪在通灵使者面前 还成大人呢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通灵使者突然拉开了 头上的袍子 露出了一张惨白的脸 他的目光有些呆滞 但一直盯着 刚刚被夜欢放出来的 鬼风鬼雨 好像有点不知所措 大家都觉得奇怪 很意外 这个通灵使者 怎么会突然现出本来的面目呢 通常情况下 地府的使者来到仙界 都保持着神秘的面容 轻易不会以真面目示人 今天可真是太奇怪了 鬼风鬼雨 夜欢冲他们点了一下头 你们可认识这位通灵使者呀 鬼风鬼雨刚出来时 有些好奇 他们快速地扫了一眼全场 等到夜欢问话时 他们的目光 正好落在了通灵使者的脸上 可能都是大鬼头的原因 他们的气息更加相透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七百二十七章 资深鬼将 两大鬼将盯着通灵使者时 刚开始 他们的眼神有些茫然 好像不认识 那又好像在哪见过 玉大人 这小鬼头挺年轻 都成为通灵使者了 不简单 鬼风鬼雨 交换了一下眼神赞的 天佑将军一听 顿时露出了欢喜的笑容 他刚刚看到夜欢 放出两个大鬼头时 心里不免咯噔了一下 不过现在 他心里悬着的石头 却落了下来 因为这两个大鬼头 对通灵使者 明显有讨好的意思 场中众仙个个都在想 原来夜欢不怕通灵使者 竟是有原因的 老大 你的交往挺广啊 居然随身带着两个大鬼头 黑骨老虫神情有些复杂 他又暗自地敌过了一句 千万不要弄脚成拙 搬来的旧兵 如果刚好是别人的垫脚石 那就更加麻烦了 夜欢淡默地看了他一眼 嘴角浮起了一丝笑意 这让黑骨老虫更加郁闷 就连米龙也忍不住念叨了一句 官哥 你好像太淡定了吧 天佑将军同样瞄了夜欢一眼 洋洋得意地说道 看来 你前世的记忆 只恢复了一部分吧 竟然不知道 幽冥界通灵使者的力 但是那个 从幽冥界过来的通灵使者 看起来却越发有些惶恐不安 他突然对着鬼风鬼雨 攻身行礼 拜见 两位打将军 他这一败 几乎是一击到底 脑袋都已经过了膝盖了 场中众仙 除了夜欢之外 个个都愣住了 鬼风和鬼雨微微点头 鬼风冲着那个叫 固安的通灵使者说道 难得你还记得我们 不用这么客气 我们不在任上已经很多年了 通灵使者直起了身子 依旧有些急促 两位大将军 是我幽冥界的栋梁 我家鬼王 常年都在告诫我们 就算你们一直不回幽冥界 我们也得把你们 好好的供着 你是说追魂阎罗王吧 正是 原来 你也拖到他门下来了 鬼风淡然一笑 脸上恍若 阴风浮过一般 阴惨惨的有些可怕 鬼雨也跟着 冲通灵使者顾安 问了一些情况 三个大鬼 顿时打开了话匣子 一时之间 居然聊得有些欢快 当然了 顾安一直是 微弓着身 显得很恭敬 场中众仙神情各异 天佑将军 两眼灰暗 他目瞪瞪地 瞅着鬼风鬼雨 泄气地说道 原来他们就是消失多眼的鬼风鬼雨啊 曾经声名赫赫的两大鬼将 为何功力下降这么多 为何会在夜欢的顶炉里面 让人十分费解 黑股老虫 黑黑一笑 天佑 我还以为你真的搬来了救兵 谁知搬了了一块玉砸自己脚的石头 真是太好笑了 天佑将军的神情越发有些沮丧 他恨恨地盯着夜欢说道 我们之间的事情 不用幽名地府插手 今天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得为陛下拼尽全力 行业的 那就让你们带回来的冲军 和我的仙玉大军分个胜负吧 夜欢还没说话 米龙就跳了起 天佑 如果你执命不 只要和我们杀个天魂地案 致使万万圣灵涂炭 我们也绝不退缩 一定会分配到底 天佑将军冷道 米龙陛下 你那成军固然数量庞大 但整体实力 和我们这仙玉的天兵天将 还是有着明显的差距 一旦厮杀起来 恐怕你们会死伤惨重 倒是别怪我没提醒你 米龙正了一下 然后瞄向了夜欢 似乎有些犹豫 毕竟现在 只要夜欢肯把西方先帝放出来 这场大战就可以避免 夜欢眼神一冷 缠声说道 米龙 你以为今天我们放了西方先帝 这仙界就能安稳吗 至少我们不怕他 让他将来 也不敢带兵来攻打我虫玉 黑骨老虫附和道 他要是敢来侵犯虫玉 我就和他们拼了 天佑将军轻哼了一声 却没有说话 似乎在告诉两只大虫 重遇出了重仙的数量较大外 真没有和四方诸天 一争高下的实力 这时通灵使者和鬼风鬼雨 似乎已经达成了什么协议 通灵使者向前一步 冲着夜欢半功身客气地说道 东方先帝陛下 感谢你把我幽名两大将军救出来 我现在就带他们回去 带回禀了大王 我再来拜谢你 夜欢点了点头 没有发表意见 鬼风鬼雨同时给夜欢报权行礼 鬼风诚恳地说道 西方陛下和你有仇 但是如果因为他 把这仙界杀个尸行便宜 我觉得不是解决之道 鬼雨也跟着谨慎地说 倘若能兵不屑任地解决你们之间的恩怨 似乎更好一些 不如 不知你作何打算 两个大鬼头其实在变相地提醒夜欢 如果真要靠战争来解决恩怨 游冥界可能会很难接受 毕竟这战争一打 绝对会死伤无数 到的那时 无数的先灵的鬼魂涌入地府 下边一定会乱成一国舟的 毕竟先灵不同于普通的生灵 他们即便只剩下魂魄 在进入地府之后 依然会拥有一定的功力 如果他们在抱团不肯转世去凡间 全部要求返回仙界重塑金身 必定会引起无边的混乱 夜欢哪会不知道他们的意思 他一脸淡漠 指着天有将军冷道 这一仗一旦开打 你们这西方先狱 一定会付出极大的代价 甚至可能会从此消失 你要是再敢拦我 后果自负 天有将军咬了一下牙 仰头大笑 叶桓叶大人 我现在叫你一声东方先帝陛下了吧 你这次转世重生回来 好像记忆力减退了不少 对形势的判断似乎也越来越差 米龙怒道 天有 你给我放尊重点 你只是个将军 还没资格这样来指责一带帝军 天有将军板着脸说 我只是根据事实来陈述 可没有指责谁 你们要是不放我家陛下 我们必定同你们宣战到底 战就战 谁把谁啊 米龙更加生气 身上一抽了大片的气流 几乎要扑上去 谁知这时 叶桓却伸手阻止的 米龙 你说完物造 天有将军说的对 单单凭着你的重军 是打不过西方先语的先兵先将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七百二十八章 哪路援军 米龙有点郁闷 恨声说道 难道我们就这样算了吗 西方老儿这货可不容易抓 今天要是把他给放了 恐怕日后 就没机会再把他抓回来了 叶桓答道 我知道 天有将军松了一口气 登方陛下头脑清晓 果然是事物 那就趁早把我家陛下放出来 我们恭送你们出境 米龙着急的说道 汪哥 真不能放 黑骨老虫赶紧劝道 米龙 这事你得听叶桓老大的 他是人类 脑子比我们灵广 米龙有些沮丧 他无可奈何的看下了叶桓 这事站在远处的天奴老祖 忽然提醒说道 四方诸天 一向不允许重军到这边坐乱 倘若你们真打起来 恐怕其他几大先帝 会带兵支援着西方先遇的 他的话刚说完 四周忽然响起了轰雷般的声 仿佛在这附近不远 又有大军杀到 黑骨老虫赶紧 飞快地瞄了一眼 急忙说道 果然又有一帮先军来了 数量还不少啊 密密麻麻一大片 可能不比这西方咸语的兵马少 天佑将军哈哈大笑 我就说了 四方诸天同仇敌开 他们一定会来胜援我们的 也不知是那位先帝 发兵来源呢 米龙一听 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他叹了口气说道 哎 光哥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好不容易设计 抓到了西方老儿 没想到 却带不走他 带不走 就先用神火把他灭了 天佑将军怒叨 你敢 叶欢吃了一声 哼 我有什么不干的 说着 他取出了顶炉 摇晃了一下 一道光幕 立刻从顶眼中冲了出来 瞬间在空中构成了一个画面 下一刻 众人看见 西方先帝被绑在了一根 雕刻着恶龙的黑色大柱上 他的脖颈 腰部和双脚 都被牢牢地固定在了上面 天佑将军紧张地问道 东方陛下 你要做什么 叶欢冷道 我要灭了他 天佑将军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量您也不敢 叶欢不屑地看了他一眼 忽然抬起了手臂 然后他猛地做出了一个劈切的动作 空中那个虚幻的画面立刻变了 里面意外地出现了一只麒麟 小碧 他居然长大了不少 米龙只看了一眼 烈克喊了出来 叶欢点了一下头 开声说道 给我烧 他的花音刚落 闭火麒麟就对着绑在柱子上的西方先帝 狂喷出了一口熊熊烈火 麒麟喷出的火焰是深蓝色的 在空中这个线面中 看起来十分诡异 住手 你要是敢烧我们家陛下 我们就让你万劫不复 天佑将军大旗迅速展开了令旗 准备进攻 叶欢轻视地瞄着他 就凭你还不配和我斗 说着他继续地挥动手掌 花中的闭火麒麟 又一次喷出了声 众人立刻听到 西方先帝正在大声地嚎叫 声音有些凄厉 他的头不停地晃动 但身体和手脚 却均无法动他 他惨叫着的声音响彻云霄 四周围着的先兵先将 和万万重军 全都躁动起来 天佑将军又急又怒 大声地吼道 前进听令 准备进攻 就在这时 远处突然有先兵飞略过 他们远远地喊叫着 南方先帝陛下带兵来远 天佑将军大喜 速速打开阵法 恭迎南方先帝陛下 呼拉 他的声音一落 远处转着的先兵 便急速地往两边让开 很快 数量众多的先兵先将涌了进来 他们的速度并不快 穿着的盔甲 颜色各异 看起来不像是一支统一的军队 米龙着急地问叶桓 要不要派兵敌的 叶桓挥了一下手 非常镇定地吩咐道 不用 让他们进来 站在米龙旁边的绿心虫鸡 他一脸崇拜地望着叶桓说道 叶桓大哥好帅啊 黑骨老虫酸溜溜地念叨 绿心虫鸡 你别忘了你是虫仙 再怎么说 也应该喜欢同类才对啊 不要你管 绿心虫鸡瞪了他一眼 看看 南方先帝在众多先将的粗拥之下 骑着一条龙马掠了过来 他坐下那条龙马长得十分漂亮 白色的龙头 灰色的马身 乍一看 还有点像是麒麟神兽 不过这条龙马 却远不如麒麟神兽看起来威风 天佑将军一看 急忙迎了上去 连忙大叫道 南方先帝陛下 你来得真及时 快来救我家陛下 空中那幅虚幻的图画 已经消失了 南方先帝还未答话 这时 一个高大的身影 突然从大军中冲了出来 阵东天王 你也来了 天佑将军正了一下 神强有些复杂 他转动着眼珠 指着夜欢说道 此人仗着功力高 想冒充你家陛下 谁知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阵东天王就飞掠到了夜欢的跟前 抬腿半跪了下去 口中三呼 陛下万事 陛下万安 陛下万安 您总算回来了 他看起来有些激动 看向夜欢的眼神有些热情 天佑将军有些无语 感情叫你们过来帮忙 你居然来认主 这不是故意来砸场子的吗 夜欢淡淡地说道 起来吧 阵东天王毕恭毕敬地站起来 一边说道 微臣接到大王的金龙令 立刻带兵赶过来 没想到 你就是我家陛下 前阵子 是我怠慢了你 还请陛下不要见怪 夜欢挥了一下手 不知者不为罪 还好 我给你发了金龙令 没有弄错 黑孤老虫在旁边看了 看呆了 渐渐地 他对夜欢也露出了 钦佩的神色 我原以为自己在孤军作战 没想到 夜老大暗自调遣了 这么多援军 如果我没有猜错 只怕南方先帝 也是夜老大请来的对吧 南方先帝微微一笑说道 嘿嘿嘿 采对了 罗黑啊 你好像比传说中聪明了 不少吗 顿了顿 他大手一挥 冲着天佑将军 高尚的贺道 把你这些兵马立马解散 否则 我来帮你动手 天佑将军绝望道 南方陛下 夜欢抓了我家陛下 海放火烧了他 你怎么能还帮着他呢 南方先帝沉下脸说 李家陛下该死 天佑将军一正 慌忙问道 南方陛下 你为何这么说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七百二十九章 争抢地盘 南方先帝冷道 西方这次 一直通魔界 暗中勾结 前次闯入仙界的 惊热地魔 其实也是他 偷偷放起来作乱的 天佑将军一听 神色顿时大变 急忙说道 南方陛下 你可不能乱说呀 任何事情 都得讲证据 别跟我说证据 南方先帝沉下脸 指向了叶昏 金若地魔 就在叶昏的手上 天佑 你要是不信 可以叫他放出来 当面审个明白 天佑将军脸色发案 有些泄气 嘴里却还在争辩 人会叶昏将金若地魔 驱大成招呢 南方先帝吃了一声 呼泻地说道 天佑啊 关于老西私头魔剑 暗中作乱的事情 我和镇东将军 也收集了不少的证据 要不要拿给你看看呢 不 不用 我只是不明白 我家陛下 有什么理由 和魔剑勾结 天佑将军 神色越发有些慌乱 道理很简单啊 那些从魔剑过来的大魔头 经常出现在东南仙域 目的 就是针对着东方和南方 这两片仙域的 如果 我们年年疲语和魔头作战 实力逐步地削弱 而你西方仙域的实力 必然会趁机壮大 到的那时 我们是有可能会被老西吞并 南方仙域冷峻地说的 是啊 我东方仙域和南方仙域 蠢齿相依 不管哪一个仙域 先被老西给吃掉 另一个仙域 肯定也会独目难知 天佑 这就是你家陛下的野心吧 震东天王附和地说 天佑将军长叹了一口气 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看情形 他多少知道一点 西方仙帝的手段和野心 到了这个时候 他自然就没有什么底气 再向夜欢咬人了 四周的仙兵仙将 都开始窃窃私语 喂呀的 西方仙帝会和魔戒似痛 让人完全想不到啊 大势已去 我们西方仙域以后怎么办呢 都办是要被东方仙帝陛下 和南方仙帝陛下瓜分吧 尤其是南方仙帝陛下 他也不是一个肯吃亏的主 说不定 他故意借这个事 来吞并咱们西方仙域呢 毕竟东方仙帝 转世回了不久 虽然找回了前世的部分记忆 也成功捡回了前世的功力 但他一向生兴淡薄 估计他对我们西方仙域 没有吞并的野心 自然也就不肯收留我们 哎呀是啊 如果能投到他的名下 那就太好了 西方仙域的诸多仙兵仙将 个个都拿期待的目光 看向了叶桓 似乎都西方 他来执掌西方仙域 但是叶桓呢 却面目冷清 不为所动 镇东天王是何等的精明啊 赶忙凑到叶桓的跟前 给他递了个眼色 同时用神识说道 众我所亏之下 不如陛下振臂一挥 借机收响他们 哪知叶桓还未拿主意呢 南方仙帝就举起了双臂 冲着西方仙域前排的那帮将领 大声地说道 寡人是不会亏待主位的 另外寡人还会给大家提供 更多的灵丹妙药 祝大家进一步提升功力 这话一说呀 镇东天王马上皱眉有些不满 黑孤老虫和米龙的身上 都燃起了煞气 明显对南方仙帝的话 表示反对 即使是西方仙域的那些将领 他们也没有表态 相反多数人还在冷眼旁观 并没有因为南方仙帝的许诺 而感到兴奋 南方仙帝面色有些不自然 他只好转头看向叶桓 黑黑的笑道 这西方仙域 终究对我人暂时接管嘛 在老西转世回来之前的 不如我们轮流的鸽子 黑环啊 你刚回仙街不久 虽然找回了前世的记忆 但是 终究还是 对这些东西比较陌生嘛 对吧 然后你 我想啊 先由我来代管十年 之后再交到你的手上 怎么样 不行 不等叶桓表态 米龙立刻嚷起来 我换个为人聪明 就算对仙街暂时陌生 但也会很快熟悉 何不让他先管十年呢 南方仙帝的眉头 立刻拧了起来 场中中仙 哪个会不明白南方仙帝的心机 均在小声的议论 说要是把西方仙玉 交到他的手上 十年过后 他未必会把这片仙玉 交给叶桓 另外呢 十年之后 西方仙玉的所有将领 是怕早已经被南方仙帝 给分华笼络完了 叶桓要想在那个时候接手 明显就不太可能了 不过 对于这一切 场中众人都只能一轮结局 最终的决定权 还在叶桓的手上 因此众人都望向了他 叶桓抬头看了一下远处 不以为然的说道 你们想怎么管 就怎么管 我没有意见 南方仙帝一听 顿时大喜 他兴奋的望着叶桓说道 好兄弟 那就这样愉快地决定了 米龙和黑骨老虫 差一点就发作了 西方仙玉的那一杆将领 个个都沉着脸 谁也不肯答应 有人还在喊 能不能让我们自己选择呀 米龙眼睛一转 立刻叫道 这主意不错 黑骨老虫附和道 把西方仙玉支撑了 也总比交到南方这老家伙手上抢 南方仙帝有些不快 他立刻看向了 一直默不作声的天奴老祖 装出一副诚恳的模样说道 老祖啊 你的辈分最高 魏王最大 你给个意见吧 我们都听你的 众人立刻把目光都会向了天奴老祖 谁知他二话不说 直接就来了一句 南方仙帝陛下治君 异乡很有一套 我觉得他先代管着西方仙玉十年 并没有错 场中仲仙进阶屋语 有人在小声嘀咕 这不公平 谁都知道 南方仙帝陛下和天奴老祖私交是好 天奴老祖一听 顿时变了脸色 南方仙帝哈哈大笑 正因为我和老祖私交不错 他才可以随时抽出时间 帮我出谋划策 这不是西方仙玉的福气吗 正在这时空中忽然传来一个年轻的声音 我也可以帮你出谋划策呀 众人下意识地抬头去看 一个穿着鲜艳长袍的少年 嗖了一声闪电般地落在了众人之间 大家有些惊议 南方仙帝却抢先赢了上去 这不是红诺老祖吗 你来得正好 我们急许你指点迷津啊 原来这少年正是当初在凡间 和叶欢结拜成兄弟的红诺老祖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七百三十章 超级小弟 他果然是个老顽童 在这万钧之中 在诸多大人物的面前 他依旧是一副嬉皮笑脸 满脸无所谓的姿态 南方仙帝迎上去时 他居然任性地甩了一下衣袍 一下就从南方仙帝的跟前 滑掠了过去 顿时把仙帝晾到了边上 南方仙帝非常难堪 却又不便发作 只得暗自咬了咬牙 场中不少仙将 大声地呼喊 恭迎洪诺老祖 老祖万安 老祖万福 场中热闹起来 大家都清楚 洪诺老祖的威望 远在天奴老祖之上 虽然他看起来一副 年轻小子的模样 但他的功力深不可测 据说已经到了 渡神节的超凡境界 因此 个个都用尊敬的目光望着他 这家伙倒好 谁也没有多看一眼 直接就跳到叶欢的跟前来了 南方仙帝跟在后边 冷冷地说道 你回来 你师父来了 还不下跪吗 众人都心知肚明啊 叶欢虽然跪为先帝 但依旧得对他的师父下跪 但是现在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他要是跪下去 肯定多少会损失一些威望 这正是南方仙帝 西方看见的 他还希望 红诺老祖能轻斥叶欢几句 这样 西方仙遇那些仙将 才不会想着 要去投奔叶欢 想到此 南方仙帝脸上 重新露出了笑意 他仿佛看见 叶欢正虔诚地 跪在红诺老祖的身前磕头 谁知下一刻 众人吃惊地看见 红诺老祖在空中一个剑步 冲到叶欢的跟前 一把抓住他的手 喜滋滋地叫道 大哥 我终于领悟你当初 教我的那番经验之谈了 说着这话时 他的一只脚 几乎已经跪下去了 叶欢不得不伸手 把他拉起来 场中仲仙 个个都看得十分真切 红诺老祖那声 大哥更是叫得如雷贯耳 所有人都仿佛 被这一声雷铃给震傻了 只有米龙清楚当初的事 他黑黑地笑道 红诺老祖 也算是重情重义 没有忘本 南方仙帝 惊得是目瞪口呆 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他忍不住叫起来 就算你们真是结拜兄弟 红诺老祖 也应该当哥爷 不对不对 红诺老祖今天 多半又犯糊涂了 你才糊涂了 我愿意拜神威大哥 跟你有什么关系 红诺老祖转过头来 冲南方仙帝质问了一句 南方仙帝顿时有些郁闷 低声地念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简直是乱了套了 叶欢笑着对红诺老祖说道 兄弟 前段时间我借用了你的名义 你不会怪我吧 你借我名义做什么呀 红诺老祖不解地问 清婉最清楚了 你以后问他就知道了 叶欢打道 清婉 好 我救他来 红诺老祖侧了一下身子 双手翻转 迅速打开了一个奇特的法觉 红诺立刻打开一个虚空之门 紧跟着 一个人影瞬间从里边穿了出来 一下就落到了他的跟前 场中众仙个个都看得是瞠目结舌 就连天奴老祖也是瞪大了眼睛 惊恶地说道 红诺呀 你的沟里一入化境 竟能随意破开虚空 真令人吃惊啊 那个被红诺老祖取出的人 竟是清婉 他刚刚出来时 好像被弄昏头了 几乎站不稳身子 红诺老祖轻轻地伸手一带 他才勉强地站起身 迷迷糊糊地说道 师父 这是哪儿 这是西方仙域地宫附近 红诺老祖笑嘻嘻地回道 不会吧 我刚才还在北明仙域那边踩着惊眼灵花呢 怎么突然就到这里来了 清婉有些发呆 众人这才注意到 他手上果真拿着几朵奇特的小花 哎呀 还真是惊眼灵花呀 此花产自北明仙域 金兰星球啊 有知情者大声地说道 众人一听进阶洞容 君在小声说 红诺老祖太霸道 随便弄出一个法术 就能轻易地把 冤在天边的大活人给弄过来 这份功力实在是太可怕了 他总已经通神 估计不久之后 朕会杜劫去往神界 他如此厉害 为何会认叶欢为大哥呢 这简直让人费解 是啊 就算前世的东方先帝来了 也不敢受红诺老祖为老弟吧 红诺老祖却充耳不闻 他用虚幻的手臂 把清婉拉到了叶欢的跟前 嬉嬉地笑道 我的乖徒儿 你过来瞧瞧 他是谁啊 清婉掖正 随即看向了叶欢 这才终于看清楚了 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师弟 你叫他什么 红诺老祖赶紧打断道 错了错了 清婉愣住 转回头问 师父 你没有说他为徒吗 没有啊 红诺老祖不愿地瞪着清婉 清婉一听 顿时指着叶欢 没好气地说道 骗子 大骗子 你居然哄我 说是我师父的弟子 多了顿 他又转头向红诺老祖撒娇的 师父 你快信他 他骗我 红诺老祖似笑非笑地 瞅着叶欢问道 清婉很漂亮是不是 对 叶欢有点无语 不明白他为何突然问到了这个问题 那要不要我做主 把他许配给你 不对不对 这被 这被整错了 被分有问题啊 红诺老祖忽然反应过来 赶紧自我纠正 清婉脸一红 嗲怪道 师父 你说什么呢 红诺老祖拉了他一下 正色地说道 过来 先拜见你叔叔 叔叔 清婉微微一愣 下意识地看向了旁边不远 然后 他的目光落在了天奴老祖的身上 你叔叔在这儿呢 红诺老祖指向了叶欢 又用手把清婉的头给搬了过来 清婉再次看向叶欢时 历时时呆若母鸡 师父 你说什么呢 你为何让我叫他叔叔 他是为师的结拜大哥呀 红诺老祖没好气地说道 这 这怎么可能 清婉的身体摇晃了一下 差点跌倒在地上 红诺老祖的神情更加古怪 忍不住数落叶欢 你明知他是我弟子 你怎么还去招惹他呢 叶欢有些哭笑不得 连忙辩解 我没有啊 不可能 你看这丫头 她的眼神里 看你的时候 明明就是痴情嘛 红诺老祖愤愤说道 叶欢越发有些无语 围观的众心 全都露出了复杂的神色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七百三十一章 万劫魂骨 米龙赶紧解围 红诺老祖 俗话说得好 家丑不可外扬吗 不如我们换个地方 再理这事 你看如何 哦 现在就换 红诺老祖扫了一眼 场中众仙 便要拉着叶欢离开 米龙忙又提醒道 官哥现在已经 接管了西方仙月 这里就是他的家 红诺老祖呕了一声 恍然大悟 对 我老糊涂了 该走的是他们 说完 他马上指着南方仙帝说道 把你的兵带走 越快越好 不然我把你送回去啊 南方仙帝有点沮丧 急忙辩解 老祖 我和叶欢对西方仙月的划分 还没有完呢 滚开 南方你这狡猾的家伙 又想哄骗我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是你想和我大哥 争地盘 红诺老祖沉下脸说 我这不是在争 是在河里的划分 南方仙帝说道 红诺老祖吃了一声 举起手掌说 哼 我不信 我得问问这西方仙月的诸位 你们说 你们愿意跟着谁啊 西方仙月这一大帮仙将 立刻大声地喊叫起来 我们愿意投本 都放打地 这不就对了吗 红诺老祖满意地点了一下头说 事情已经清楚了 小南南 是你自己带人走 还是我送你走 我自己走 南方仙帝有些泄气 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米龙 你带来这些虫子也很烦人 要不要 我帮你一把火都烧没了 红诺老祖转过头 冲着米龙 不还好意地问他 别别别 我马上带他们回去 米龙对红诺老祖并不陌生 他心里非常清楚 红诺老祖真干得出这样的事情 场中很快走了一大半 天奴老祖也摇着头走了 通灵使者同鬼风鬼雨站在一起 显得有些孤单 红诺老祖瞅着这三个家伙问道 你们这些鬼东西 正在这干什么呢 通灵使者冲着他弓身说道 夜欢大帝灭了西方先帝的真身 我想把他的魂魄带回地府 请前辈恩准 那你得求他呀 红诺老祖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 指向了夜欢 通灵使者马上用恳求的目光放了过来 鬼风和鬼雨 转头也注视着夜欢 欲言又止 夜欢清楚 今天要是不答应他们 只怕他们会一直缠着自己不放 西方先帝已经被避火欺凌的本命真火 烧毁了真身 再想投胎转世 从头开始修炼 想来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想了想 夜欢取出了西方先帝的魂魄 用法力打出了一个光团 锁在了里面 失去了魂魄的西方先帝 气焰不敢再嚣张了 但他看向夜欢的眼神 依旧充满了怨度 夜欢冷着脸问 你一定不服吧 服 西方先帝面目有些争论 恨恨地吐出了一个字 将来你回到先界恢复了功力 一定想找我报仇对吧 夜欢又问道 不敢 西方先帝从牙缝里 崩出了两个字 就算你找我报仇 我也不怕你 夜欢轻视地看着他 今天要不是通灵使者 执意要带你走 我绝对不会轻易地放了你 西方先帝不吭声 但他心里非常想报仇 夜欢看在眼里 不免又吭了一声 马上抬起手指 突然粘了一个奇怪的法绝 上面金光闪闪 一个个诡异的符号 正在不停地跳动 你要做什么 西方先帝好像认出了什么 顿时紧张起来 我得给你留点记号 夜欢不怀好意地说的 别别别 我发誓 以后不会再找你麻烦了 西方先帝着急地叫了起来 东方大帝 敢问你这是什么法术啊 旁边的天佑将军 小心翼翼地问道 一个小法术 相当于魂骨 夜欢平静地抬起手 把那些鬼的符号 弹向了光团中被困着的西方先帝 这些符号就像虫子一样 瞬间引没进了西方先帝的魂魄中 场中众人进阶动容 尤其是西方先帝 更是惊得目瞪口呆 你怎么会魂骨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问题 夜欢冷冷地看着他 你应该想想 以后再见到我时 别把我惹恼了 否则 我会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西方先帝一脸惊恐 但是他却没有再争辩 眼里还闪过了一丝奇异的光芒 好像在说 他会想办法 把魂骨解开似的 谁知这是 红董老祖冒了两句 魂骨最难解 他们现在根植在你的魂魄当中 除非众骨之人亲自动手 否则绝对解不了 西方先帝啊了一声 终于知道厉害了 急忙向夜欢求情的 兄弟 不 大哥 你放了我吧 我发誓永不与你为敌 我只相信自己 夜欢厌恶地看了他一眼 随即冲通灵使者 挥了挥手说道 把他带走吧 是 多谢东方大帝恩准 轰灵使者担心夜欢反悔 赶紧去抓那个光球 他试图把西方先帝的魂魄 连同光球带走 但是就在他几乎抓到光球时 这个光球团却意外地化成了云雾一般 消失了 通灵使者微微地一正 嘴里止不住地叹了一口气 耳边却又传来了鬼风的声音 如今东方大帝 已经远胜以往 即便四大鬼王齐聚在这里 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通灵使者低声说道 我不信 鬼风吃道 他的功力增长极为迅猛 一日千里 最多再用一年半载 就会超过洪诺老祖 道德那时 他一定会度神节去上面 成为通天大神 通灵使者一脸震惊 他张了张嘴 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所以你根本不怕西方先帝 转世回来找他复仇 鬼雨跟着解释道 我了解他 他之所以给西方先帝 种下魂骨 无非是防止 他去了神界之后 西方先帝作乱 通灵使者点头 那时他既然已经走了 魂骨又为何会发作 鬼风笑道 叶桓一定会把空着魂骨的诀窍 交到一个人的手上 他会交给谁 不知道 走吧 三个大鬼走后 洪诺老祖伸手把清婉拉过来 几眉弄眼地说道 大哥 我快度神节了 清婉是个乖巧的小姑娘 她暂时没有人照顾 你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七百三十二章 云鹤师太 清婉一听顿时是羞红了脸 她偷偷地看了一眼叶桓 不敢指使 叶桓咳了一声说 嗯 我会想办法找一个去处 你说什么 清婉 情急之下 顿时有些生气 洪诺老祖同样有些不满 陈生说道 我说大哥 难道你嫌弃我的徒儿 不够漂亮吗 不是 叶桓连连白手解释道 洪诺兄弟 你看我这份功力 好像和你差得不远了吧 洪诺老祖愣住 赶紧上下打量叶桓 片刻功夫过后 他长塌了一口气说 嗯 我明白你的意思 用不了多久 你也会度神劫了对吧 叶桓点了点头 转头看向了清婉 诚恳地说道 师姐 我恐怕没法再照顾你了 请你理解 清婉一呆 可能有点意外 叶桓这声师姐 一下让他倍感亲切 洪诺老祖却叫起来了 清婉是我徒弟 大哥 你咋能叫他师姐呢 啊 这不是乱了辈分吗 叶桓不以为然地说道 我叫顺口了 哎 你咋能这样呢 洪诺老祖有些不满 反正不久的将来 我们都会去神界 清婉师姐和我们一别之后 不知道多少年还能相见 你又何必计较这些呢 叶桓正色地数落了他两句 洪诺老祖的眼珠子转了转 脸上突然露出了笑容 他伸手把一脸失落的清婉 拉到旁边 耳语了几句 清婉顿时破题微笑 叶桓看得有点正儿合适 摸不着头脑 不明白清婉怎么突然之间又高兴了 洪诺 过来 我有话要问你 叶桓冲着洪诺老祖招了招手 大哥有话请讲 云赫师太同你交情一向不错对吧 对极了 那老夫人对我曾经是一往情深的 嘿 脸皮真厚 刚说你胖你就传起来了 真的 云赫师太一直觉得我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 等等 我问你啊 他现在在哪 请你带我去见见他 大哥 你可算温顿人了 他的住处十分神秘 这仙剑知道的人真不多 行 我现在就带你去 杜勒顿 洪诺老祖又指了一下 四周围着的那些先兵先将问道 这些人怎么办呢 叶桓顺着他手指的方向 看了一眼 天佑将军等西方先遇的各路天兵天将 都在眼巴巴的望着自己 叶桓的眉头微微一皱 马上把手下的四大天王给招了过来 深冬天王 你率一队兵王暂时接管西方先遇 其余的朱将带兵回去 继续镇守我东方先遇 夺六 谨遵陛下圣旨 天妙相遇 那里距离四方朱天有些遥远 但对于叶桓和洪诺老祖来说 这已经不是个什么事了 尤其是洪诺老祖 他可以随时地打开空间通道 再远的星空对他来说都可以轻易地到达 云和时他真的住在这吗 望着远处云雾缭绕的山峰 叶桓有些忐忑不安 是啊大哥 我刚才忘了问你 到这找他来做什么呀 洪诺老祖好奇地问 找人 叶桓一脸凝重 萧少游当初说过 那日他在凡间巡逻时 云和事态曾经出现了 南宫缓缓和心性 多半被他带走了 当然 这只是推测 在没有得到云和事态的证实前 叶桓心里有点紧张 这云和事态 也是先界的一个传说级的人物 虽然地位不如洪诺老祖 但功力极高 同样未及古仙的行李 洪诺老祖对着远处 那座云雾缭绕的山峰 打出了一抹金光 只听得嗡的一声 那抹金光瞬间幻化成了 一只金色的小鸟 直接钻入了云雾里 没多久 山中浮起了一个女人的身影 她看起来最多三十来岁 分明就是个年轻的妇人 而她的身后 慢慢地飞出了几个 婀娜多姿的女子 叶欢眼睛一亮 顿时兴奋起来 其中两女十分熟悉 这不正是环环和欣赏吗 没想到踏破铁鞋 无密处 得来全部费工夫 叶欢忍住激动 没有扑上去 因为她看见环环和欣赏 均怯生生地看着她 虽然两女眼里同样充满了激动和兴奋 但她们很快又掩饰着 也许云和师太的门鬼森严 她们不敢随便乱动 哼 红诺小老儿 你来这里做什么 那个年轻的妇人 冷冷地瞪着红诺老祖问道 红 云和妹子 红诺老祖的话还没说完呢 就被云和师太冰冷冷地打断了 谁是你妹子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红诺老祖张口结舌 顿时说不出话来了 站在云和师太后边的那些女弟子 除了缓缓和心心之外 个个都严嘴偷笑 红诺老祖有些尴尬 只好转头对着叶欢小声说道 这老女人更年七刀了 脾气大得很 你最好别招惹她 有什么问题赶快问 问了我们就走 别喝得纠缠 女人总是一个大麻烦 你说什么 云和师太听力贼好 顿时恼怒起来 红诺老祖慌忙说道 我 我说你年轻漂亮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车见车报胎 不是 我呸 云和师太脸色微微一红 他身后的女弟子全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云和师太转头瞪了一眼 沉声地喝道 都给我端庄一点 那些女弟子这才强忍住笑 叶欢看见 缓缓和心心的脸色已经好了许多 不像刚才那样紧张了 他赶紧上前一步 冲着云和师太失了一礼说 在下叶欢 恳请师太开恩 我想把我夫人接回家 什么夫人 你是谁啊 谁是你的夫人 云和师太沉下脸 这才把目光落到了叶欢的身上 我夫人是南宫缓缓 还有心心 叶欢的话说得十分巧妙 明说南宫缓缓是他的夫人 心心也是他要接走的人 南宫缓缓一听 脸上顿时洋溢的笑容 心心竟也长长地舒了口气 那些女弟子马上小声打气 缓缓和心心 真让人羡慕啊 你们的白马王子 终于叫着七彩仙约来接你们了 可惜师父有令 我已经他同意 你们根本走不了 要想让师父同意 除非功力比师父更高 不过他这么年轻 所以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733章 七招迭出 他们是我的弟子 怎会是你夫人 云和师太质问了一句 忽然又瞪大眼睛 吃惊地说道 你到底是谁 功力怎如此之高 年纪轻轻 你体内竟结出了九颗金珠 哈这话一出 后边那帮女弟子 全都露出了惊恶的神色 南宫缓缓和心心一听 历时是又惊又喜 叶欢依旧很平静地说道 在下叶欢 他的话还没说完呢 红诺老祖就抢过话茬 说道 他是我姐妹大哥 云和师太一下就转过头了 惊讶地盯住了红诺老祖 很显然他完全不相信 而且女人生性多疑 他居然还冷笑两声说 红诺 你到底拿了他多少好处 红诺老祖心机一向不深 闻言一正 他身手摸了摸脑门 完全就是一头雾水 我没拿他好处啊 既然你没有拿他的好处 为何要如此帮他 这小子一定大有来头 说吧 他爹是谁 云和师太冷冷地问道 他爹 红诺老祖愣了一下 连连摇头说 我不知道他爹是谁啊 别和我打马虎眼 今天要是不把事情说清楚 我就会把这小子留下 云和师太冷横一声 又补充道 哼 敢到老身面前来欺诈红骗 我非得教训他不可 红诺老祖顿时不高兴了 他沉些脸冷的 就凭你 还教训不了他 云和师太不屑道 嘴上说了没用 手下见真章 说着 他转头便指向了叶欢 沉声说道 我不相信你小小年纪 体内真结有这么多金珠 敢接我两招吗 叶欢抬起手答道 恭敬不如从命 很好 那就接招吧 云和师太手掌翻转 刹那间一片翻滚着的星云 呼啸着在空中涌了过来 南宫怀欢一看 急忙大叫 师父 手下留情 叶欢他哪会是你的对手 云和师太扭头瞪了他一眼 不满地说道 我就知道 你这胳膊准会往外拐 南宫怀欢愣住 不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其实云和师太 虽然在心里质疑着叶欢的功力 但他终究是个古仙 断不可能分不清 叶欢体内的金珠是真是假 所以经过他仔细判断之后 他认为叶欢体内的金珠 都是真的 只是他又认为 叶欢可能是用某种投机取巧的办法 结出的金珠 实际上的真实功力要差得多 就在他审视着叶欢的时候 叶欢抬起了手掌 往下缓慢地旋转了半圈 啥时雷点交加 整个空间都出现了风鸣声 与此同时 云和师太身后的仙山开始晃动 南宫怀欢 和一帮师姐妹 更是站立不稳 全被吹得东倒西歪 云和师太转头看了一眼 顿时皱眉 他指着远方的星云 沉声大喝 星夜的小子 我们到那边去分个高低 好 叶欢不加思索地应了一声 云和师太担心 伤着他那些弟子 立刻飞身掠向了远处 谁知这时 叶欢突然回转身 闪电般地冲到了南宫怀欢和新鲜的跟前 伸手就把他二人拉了过来 同时他胸前挂着的那个玉佩 闪烁了一下亮光 瞬间把两女吸到了里边 那个玉佩是一个较小的须弥介子空间 且还是透明的 两女进了里边 外面的人能够清楚地看见他们 只是他们的身影 已经缩成了两个米粒大小的小点 当然他们也能清晰地看见外面的情景 不过 叶欢此举一下就把云和师太给激怒了 他娇和一声 反身过来 手上瞬间多了一把扶尘 好小子 竟敢耍诈 你太可恶了 他愤怒地对着叶欢 猛地扫了下来 刹那之间万千光芒 如同万简七发 汹涌澎湃的射向了叶欢 叶欢眼神一脸 当下也不满 他身上光芒爆闪 瞬间结出了一个橘红色的防护光照 只听了一阵密集如雨的打击声响起 叶欢身上的光照 竟往外发出了一片火光 轻刻之间 便把云和师太扶尘发出的万千亮光 给燃起了灰烬 云和师太越发有些生气 他旋转着身子 又想发动进攻 就在这时 红诺老祖冲上去 迅速挡在他和叶欢之间 师太息怒 你先冷静一下 云和师太收住手 怒不可遏地瞪了他一眼 大声地叫道 你让我怎么冷静 我冷静不了 哼 今天你别劝我 我非好好收拾他一顿不可 师太 你必须冷静 否则你会吃大亏的 哪知红诺老祖来这么一句 云和师太一正愣道 你说什么 师太 我得提醒你 你不是他的对手 红诺老祖又认真地说道 胡说 他只是个黄口小儿 虽然体内侥幸结出九颗金珠 但要论打斗经验 他怎么可能赶得上我 云和师太哼了两声 不懈地说道 要论打斗经验 师太 你比他来说 差得更远了 红诺老祖哈哈地笑起来 云和师太吃了一声 轻视地瞄了叶欢一眼 说道 红诺 你这是在给我玩心理战术吧 不远处 其中一个女子跟着叫了起来 师父 红诺老祖在耍心机 可能他们想带着 环环和星星逃跑 在这仙剑 他们能逃到哪儿去 就算逃得了初一 又逃得了十五 云和师太更加不屑 此时环环和星星 站在叶欢的玉佩里边 同样很紧张 当然了 他们还很兴奋 因为刚才他们亲眼看见 叶欢竟然能够抵挡住 云和师太 抱强的一击 叶欢哥哥 你好厉害呀 居然不怕我师父的出招 心心激动地叫道 叶欢 你不能和我师父应拼 他是一代古仙 功力惊人 奉言整个仙剑 能和他抗衡的 也没有几个 淮欢冷静地劝道 对对对 十十五者为君姐 况且师父对我们极好 你不用担心他会亏待我们 欣欣也赶忙帮清 虽然我们也想跟你走 但如果师父不肯放人 我们无论何也走不了 叶欢平静地说道 你们放心好了 我今天一定会带你们走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叶欢这话本来是说给二女听的 但是话落在云和师太的耳中 却不那么中听 她再次咬牙切齿起来 口气好大呀 你以为自己是谁 叶欢眼神一脸 顿时生出了一股傲气 你不让我带走 我偏偏要带走 洪诺老祖沉声说道 云和师太 我这位大哥真不是口气大 他完全有足够骄傲的资本呢 哼 一口一个大哥 你可真把他恭为的好啊 说 他到底有何资本 敢和我作对 云和师太冲着洪诺老祖喝道 其实你们并不陌生 叶欢前世 是你个老熟人呢 嘿嘿 洪诺老祖黑黑的笑道 云和师太微正 秀眉拧了一下 他虽然是个古仙 但仙法了得 助言有数 至今看起来 也不过二十多岁 只是他打扮的 有些老气罢了 我的熟人 谁 洪诺 你别胡说八道 老身哪有这么年轻的小朋友啊 我都说了 他是你前世的熟人 你再仔细想想 前世 你最欣赏谁啊 洪诺老祖坏笑的提醒说 云和师太再次愣住 他呆呆地念叨 前世 这仙界有哪位大仙转过誓 那龙老道 金华夫人 不对 我想起来了 云和师太突然大叫一声 难道 他是东风仙帝转世 云和师太 你总算开窍了 洪诺老祖大笑起来 场中众女一听 顿时大为惊骇 个个都失声叫了起来 什么 这少年 谁都放心地转世 我曾听黄昏说过 把这个未来夫君转世回来 好像没有几年吧 几年光景 就能恢复到前世的功力 这怎么可能 南宫黄昏和欣赏 同样有些惊诧 黄昏问道 欣赏 你说 我们这是在做梦吗 欣赏咬了一下自己的手指头 然后吃痛的叫道 啊 我 不是吗 这是真的 叶昏竟然是心地转世 那 那他前世一定有很多嫔妃 南宫黄昏突然就想到了这个问题 眼神随之一按 心里顿时就痛了起来 心心一呆 猛然间也明白过来 神情跟着就茫然了 他好像比南宫黄昏更加失落 让两女更加意外的是 云赏师太看向夜欢的眼神竟也变得复杂起来 那是一种奇怪的眼神 除了复杂之外 还有些许的轻暮 红诺老祖笑道 红诺老祖笑道 知道是他 你还和他打吗 我 要答 云赏师太脸色微微一红 马上又沉下脸说 在这仙剑 正好磨叶次数最多的 就是前世的东方仙帝 要说打斗经验 没有人赶得上他 师太 你觉得再打下去 还有意义吗 红诺老祖认真地问 我 云赏师太塌了一口气 似乎也很清楚 他根本就不是夜欢的对手 但是他心里却又十分的不甘 恨恨地说道 不管黄黄和欣欣是你什么人 但他们中秋败在了我的门下 你如果这样把他们带走 无异于硬强 于情于理说不过去 而且 仙剑会怎么看你 夜欢冷聚地看着他 眼神闪过了一丝复杂 在记忆深处 这个漂亮的师太 对前世的自己一向不错 虽然两人只是朋友之交 并无私情 但终究是故人 云赏师太继续说道 你得为自己的名声负责 你贵为一方先帝 怎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就算你想把他们带走 也得征求他们的意见 我说得对吗 他悠悠地看着夜欢 眼神有些哀伤 夜欢心里一动 只得把缓缓和新鲜 从玉佩中取出来说道 好 那就听师太的 让他们自己做选择 缓缓 新鲜 你们有着如此大的机缘 为师得恭喜你们 今天为师也不为难你们 但请你们当着大家的面 做个决定 是跟着为师继续修炼 还是跟着他回东方地宫 云和师太淡淡地问 师父 我们 新鲜咬了一下嘴唇 抢先发话 就在这一刻 缓缓截住了他的话 斩钉截铁地说道 师父 我们想跟着你修炼 此话一出 不只是夜欢呆住了 场中众人全都为之一正 缓缓和新鲜那些师姐 更是大为惊异 这么帅的先帝 你们真舍得放他走 坏了是我 哪怕跟他做一个 小妾我也心甘情愿啊 夜欢呆呆地看着缓缓 有些失落 自己费尽了心思 千方百计地到处去找他们 今天终于见到了 谁知缓缓他们竟然 不肯跟自己走 自己哪里做错了吗 云和师太顿时露出了笑容 缓缓 新鲜 你们不愧是 为师的好徒儿 家里三千 我们去了那里 是不是每天都得面对那些美女 时不时 还要吃醋 还要争仇 你觉得那样累不累 缓缓展颜一笑 眼中忽然划过了一丝泪花 好像真是这样 心心塌了一口气 那我宁可跟着师父修炼 夜欢正正地看着梁女 她在地宫的记忆并未开启 因为她一直认为 那部分的记忆并不重要 现在她忽然听到梁女这样说 不禁也有点心虚 万一前世的自己在地宫中 也遇到了缓缓和师姐 这样的痴情女子 那自己是不是 也得和他们 山盟海试过呢 如果是这样 那自己又怎么能抛弃他们呢 夜欢只觉得 背心渐渐地有冷汗冒出来 先帝陛下 既然缓缓和新鲜 都愿意跟着我 那你请回吧 云和师太微笑地 师太 那就恳请你好好地照顾他们 夜欢无奈之下 只得接受了这个现实 云和师太抬起手臂 轻轻地以挥 一片狂风瞬间卷过 她和门下的一干弟子 全都消失在了云雾中 缓缓和心性 也都跟着不见了 夜欢落寞地站在空中 忽然觉得自己十分孤独 走吧 我送你回家 洪诺老祖笑嘻嘻地说道 嗯 你家里还有让你特别留恋的 回到家 你会很高兴的 哈布等夜欢同意 马上展开法术 破开虚空 迅速打开了一个 传送通道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735章 重返地宫 东方地宫 较之圣虫地宫 矮了一大劲 气势也没有那么上 侯诺老祖对夜欢说 你这地宫太简陋了 应该重新造一个 夜欢望着远处 这座似曾相识 又有些陌生的地宫 反问道 你觉得 我还需要再造吗 洪诺老祖一正 忽然反应过来 不禁叹道 哎 你的功力现在比我还高 估计不久的将来 你会比我先度入神节的 再造地宫 似乎意义不大了 夜欢点了点头 正是因为如此 他甚至都不想再把 地宫的那端记忆打开 毕竟 他很快就会成为 这个地宫的过客 几大天王听到消息 说夜欢回来了 赶紧召集旧部 纷纷汇聚到宫前迎接 洪诺老祖给了夜欢 一个定位猪说 想找他的时候 就拨动这个小猪 说完他便告辞了 夜欢收好了定位小猪 扫了一眼宫中的众人 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他仔细一想 才想起来 自己前世贵为帝君 自然少不了后宫嫔妃 他们为何不出宫迎接自己呢 夜欢心里略微有些不快 也不便多说 他板着脸 在众人的簇拥下 走进了这座 朴实无华的 灰白玉砌城的地宫 进去之后 如同置身于一座 废弃了多年的城堡 虽然里面才刚刚打扫过 还算整洁干净 但却没什么王气 许是夜欢离开之后 再没有人进来 入主地宫了 这也难怪 四大天王军在四个方位 拱卫帝君 他们之间相互约定 未经大家一致同意 谁也不能善入宫 夜欢踏进宫门后 四大天王随即留在了外面 虽然此时的夜欢 看起来还很年轻 但众人面对他时 依旧是谨小慎微 不敢大声说话 足见前世的他 在众人的心目中 还是非常有威望 夜欢用神识 往地宫里边扫了一眼 没有看见一个女的 甚至连女仆都没有 他起理想 我那些家眷 难道他们已经离开我了 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夜欢暗自塌了一口气 自己被其他几个先帝 联手追杀 最终暴体身亡 自己的娇妻美妾 自然会做鸟兽散 好吧 他们走了也好 自己落得清静 想到此 夜欢取出了玄天金顶 先分了一丝神识进去 他不想太过唐吐 虽然马上就要把 子娟师姐和春苗姐 等人请出来 但还是先招呼他们一声 弟 你说什么 叫我们暂时搬到外面去住 春苗有些意外 还有点抗拒 是的 这里面待久了会很闷的 何况外面的些灵器 比这里浓郁很多 你们在外面修炼 效果会更好 夜欢解释的 子娟师姐凑过来问 那你找到环环和新星他们了吗 找到了 太好了 我们出去和他们欢聚一下 这么久没见 环环肯定更迷人了 新星可能也长大了不少 子娟师姐倒是很大度地笑了起来 春苗一直把夜欢当弟弟 当然不会在乎这种儿女情长 柳玉从来都认为 自己争不过 环环和子娟师姐 所以她更加低调 觉得只要跟着夜欢 就不错了 哪还能贪求别的呀 小男长得很慢 到了现在 她依旧像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 她很想到真正的仙剑走一走 所以她最为兴奋 林亚和茉莉花妖均是妖女 两妖心里糊涂地 跟着夜欢来到了仙剑 心里是又激动又忐忑不安呢 等到夜欢把他们 全都转移到地宫时 不只是随行的四大天王 露出了吃惊的神色 众女也被眼前的 神圣地宫气息给惊呆了 这是什么地方 春苗小心翼翼地问道 他们是做什么的 紫娟师姐指着四大天王 紧张地问 夜欢看了一眼四大天王 大方地介绍道 这里是我的帝宫 他们都是我的手下 都是威震一风的天王 众女拳刀愣住了 帝宫是什么 就是我们凡间那种皇宫吗 对 天王又是什么 是大将军吗 夜欢笑道 也可以这样说吧 众女顿时又处于一种 茫然的状态 甚至有点不知所措 两妖女更是惶恐不安地 躲到了夜欢的身后 生怕前面那四大天王 拿招妖镜来收拾他们 别怕 他们是我的人 夜欢赶紧安慰他们 爹 这些都是你用法术 弄出来的幻觉吧 春苗忍不住小声地问道 不是 他们都是真的 夜欢指着四大天王问道 你们谁出来露一手 震动天王抱拳 从夜欢失礼 陛下 微臣愿意先丑 说完 他大手一张 一片金光 瞬间从他的掌心 飞掠过来 整个宫殿刹那之间 就铺满了一层金币辉煌的金色 仿佛突然之间 就重新羞泣了一遍 夜欢夜正 跟着点头 现在倒是好看多了 也有帝宫的气势了 镇西天王走上前 他也不客气 迅速打出了一个法术 宫中煞石石 丝慢卷绕 红竹高悬 立石腹里弹簧起来 镇南天王也不甘示弱 他用法术变成了一片 繁花似锦 令这里充满了生气 整个帝宫更是香气一人 众女看完了 全都难以置信地 看着这个转瞬而来的变化 难道 这真是皇宫 莫非我帝做了什么皇帝不成 春苗的声音有些颤抖 可是师弟到这仙界也没多长时间啊 怎么就成帝王了 子娟又惊喜又困惑地问 陛下转世去了下界 或许才认识了你们吧 镇北天王笑了笑 众女瞪大眼睛 再看向叶欢时 不禁都不自觉地后退了两步 君觉得有点不安 她 她是仙级帝王 我的天 太可怕了 刘玉吞着口水 紧张极了 小师妹 帝王也是人呢 你如果还当我是师兄 就别和我这么生疏 叶欢故意沉下脸说 好 好 我听你的 柳玉还是很不安 叶欢无语 心想 他们适应这里 还得有个过程 随他们去吧 这是 镇北天王摇头对另外三个天王说的 你们都把皇宫布置好了 我来做什么呢 略以迟疑 他便说道 我给陛下挑选一些宫女 让他们来服侍诸尾娘娘吧 叶欢微微一笑 问道 以前这里没有宫女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七百三十六章 两室情深 镇北天王打道 有 但很少 最多的时候 也只有四个 叶欢有些奇怪 不仅好奇地问道 诺大的宫殿 怎么只有四个宫女呢 他问出这话之后 四大天王军没有回答 相反 叶欢还意外地发现 这些天王个个都拿精益的目光 盯着自己 你们这么看我做什么呀 叶欢问道 陛下 你和前世 好像有些变化 镇东天王鼓起勇气说 是吗 说说看 闻哪些地方变了 叶欢饶有兴趣地问 陛下以前十分专情 自古美女陪英雄 有这么多美女喜欢你 岂是也在情理之中 镇东天王的神情 显得有一点古怪 叶欢知道 他的话没有说完 便问道 你说我专情是什么意思 镇东天王答道 当年 陛下对娘娘十分专意 还说得到了她 从此天长地久 再不染指别的女子 我们当时还劝陛下 岁月悠悠 不如多迎娶几个 才免生长夜寂寞 叶欢一呆终于明白过来了 你说我前世 只有一个女子 对 叶欢眼睛一亮 马上捉住 镇东天王的手 急切地问道 她叫什么名字 现在 在哪里啊 她叫小欢 在你转世去了 夏节之后 她执意要去找你 后来 托云和师太的面子 这才转世 跟着你去了 紫星大陆 再后来 我们就不知道 她的下落了 小欢 云和师太 叶欢不免有些吃惊 心里隐隐觉得 哪里不对 正是他们 有小欢的画像吗 叶欢着急地问 四大天王一听 全都惊奇地望着她 似乎都感到很困惑 你们这样看着我 做什么呀 陛下对小欢娘娘 十分专情 怎么会 没有她的记忆呢 我只开启了 脑中一部分记忆 这地宫里面的 旧情往事 还未曾打开来看 叶欢叹了一口气 原来如此 四大天王 这才恍然大悟地点头 镇东天王随即说道 我这里 存着小欢娘娘的 音容笑貌 这就拿给陛下看 好 赶快拿出来 叶欢催促的 镇东天王绿微闭目 似乎在沉思 很快 她又睁开了眼睛 然后一幅 栩栩如生的画面 从她的眼中冒了出来 飞到空中 里面果然有一个 婀娜多姿的女子 身材极好 但却是背对的众人 她正在园中浇花 子涓只看了一眼 立刻叫了起来 这背影长得好像南宫缓缓 小南和缓缓也不陌生 她更是跳了起来 真的和缓缓姐长得一梦一样呢 只是背影很像罢了 叶欢这样安慰着自己 但她的心里已经忐忑不安起来 快让她转过身来 叶欢越发有些着急 是 陛下 镇东天王眼神微微一脸 画中女子便脱着一袭白色的长裙 优雅地转过身 这一刻 叶欢呆若木鸡 周女全都叫嚷起来 哎呀 这不是混混吗 怎么会是她呢 有没有弄错呀 叶欢的身体微微颤抖 她闭了一下眼睛 瞬间打开了脑中 尘封了许久的记忆 那一傻 前世那个陪伴着自己的痴情女子 一下就回来了 欢欢 你怎么这么傻呀 叶欢声音发产 此时的她竟然有些激动 没想到 自己寻找了千百度的人 竟然是前世和自己 吃手了几千年的女子 不知小欢娘娘在哪一届 陛下 我们这就派人去接她回来 震动天王冷峻的 不管小欢娘娘现在偷了什么胎 我们一定会让她重新回来陪伴陛下 震南天王赶紧表态 唉 不用了 我知道她在哪里 叶欢长塌了一口气 也许这就是天意吧 就在回地宫之前 自己和欢欢还见面了 可惜她好像没有了前世的记忆 就算找到小欢娘娘 她也未必有前世的记忆 震西天王小声地嘀咕一句 这还不简单吗 云和师太为人细细如发 小欢娘娘在头台转世前 她一定会帮她把记忆封起来 震动天王斩钉截铁地说道 叶欢点点头 伸手取出了红诺老祖给自己的定位小猪 迅速地拨弄几下 很快 红诺老祖破开虚空钻了出来 大哥 我们不是刚刚分开吗 你这么着急找我干啥呀 红诺老祖有点不快 你赶快带我去找云和师太 我有急事找他 叶欢挥了一下手 不容分说的 哼 怎么又去找他呀 你该不会对师太动情了吧 我动你个头 叶欢伸手在他脑门上敲了一下 红诺老祖一正 有些惊奇地说道 好快的速度 我竟然没躲开 哎 你的功力越来越强了 恐怕用不了多久 就会渡神洞了吧 叶欢神情有些凝重 就在刚才他已经感觉到了 体内有股神秘的力量 在不停地拨动 头顶上方 更是隐隐溢出了七彩光环 凭着前世的记忆他知道 这是神洁要到来前的预证 对于现在的仙剑 叶欢真的没什么可留恋的 当然 缓缓除外 神洁非常难度 稍微弄不好 可能就会被九天雷钱 炸个毁身碎骨 魂飞魄散 哎 我真不想渡神洁呀 洪诺老祖举丧着脸说 该来的总会来 叶欢瞪了他一眼 神洁不是你想不渡就不渡的 你想找云和师太帮忙渡劫吗 他功力还不如我呢 不等洪诺老祖说完 叶欢便打断了 别啰嗦 赶快带我去找他 好吧 洪诺老祖无可奈何地答应下来 爹 我们跟你一起去 春苗似乎发现了什么不对劲 连忙要求 子娟和柳玉等侏女 也跟着靠了过来 你们最好别去 叶欢担心神洁 随时会乍响在自己的头顶 赶紧劝说 在这先进 我们无依无亢 你忍心帮我们留在这个陌生的地宫吗 叶欢迟疑了一下 心道 这地宫的周围 全是一帮大男人 留他们在这里 还真不方便 不如把他们顺便 都送到云和师太那儿 求他收留 想到此 叶欢便答应下来 迅速把他们收进了 玄天金顶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737章 大结局 渡神节 洪诺老祖也不含糊 当即破开虚空 叶欢连忙跟了进去 没多久 两人从虚空之门冲出来 谁知眼前出现了一片白色的雾气 除此之外 并没有别的东西 鱼和师太那座仙山呢 叶欢有些惊讶 转头又问洪诺老祖 你该不会走错地方了吧 洪诺老祖望着前方发呆 他的嘴里还在喃喃地念叨 是这儿啊 我怎么能弄错呢 奇怪 为啥不见了 叶欢环顾了一下四周 根据远处的星辰判断 云和师太的驻地 应该是在这位置 难道他搬家了 突然 洪诺老祖叫起来 他在躲谁啊 莫非他知道 我们还会回来找他 叶欢献了一指 这云和师太多半知道 自己会来找他要人 所以赶紧搬走了 他会搬到哪儿去呢 叶欢冷峻着脸问 仙界这么大 我怎么知道他去哪儿了 洪诺老祖嘟囔道 他就算躲得了一时 又躲得了多久 我迟早会找到他 叶欢冷道 我会动用东方仙域 和西方仙域两大仙域 所有的力量去找他 我相信 你躲不了多久 是啊大哥 你现在掌管这两大仙域 还有仙域的帝君米龙 也是你的小弟 要想把援和师代 从仙界挖出来 便不困难 洪诺老祖笑的 突然 空中划过了一道 巨大的闪电 瞬间把大半个天空 都给照亮了 这一刻 无数的火光闪烁 奔雷滚滚 密集的如同珠网的树根状闪电 更是此起彼伏的从上砸落下来 猛烈的声音 轰击的叶欢和洪诺老祖 都几乎听不见对方的声音了 这是怎么回事 叶欢忽然又感觉到 体内的气息翻涌 仿佛所有的法力 都得到了某种感应似的 那是一种天人合一的体悟 叶欢下意识地盘腿坐了下来 催动法觉 运起了功语 这一刹那 空中的炸雷呼啸地冲了下来 拳头砸向了叶欢的头顶 无穷无尽的柱状金光 轰轰隆隆地炸开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修炼 洪诺老祖有些不满道 叶欢的神识还处于戒备状态 他说道 我感觉到这里的灵力十分丰富 我想趁机再吸收一点 洪诺老祖急道 你疯了吧 这是九天踩雷暴 整个仙剑最厉害的雷劫 不对 这里怎么会有大量的神灵气息呢 叶欢心里一阵 一大片灵力冲进体内 令他无比的舒爽 他睁开了眼睛暗道 该不会神剑已经来了吧 想到此 他眼珠转了转 连忙把闭火麒麟放了出来 他是一只神兽 如果真是神剑来了 他一定会有所感应 此时 闭火麒麟出来之后 他马上兴奋地跳起来 然后在空中咆哮着横冲直撞 好像非常喜欢这样的气息 闭火麒麟在空中飞略了片刻 无数雷电疯狂地钻入他的体内 他却好像浑然不知 还很欢快地大叫 没一会儿 他的身体竟然长大了许多 他变身火焰 眼珠子更是冒着刺目的红光 我的天大哥 你的麒麟神兽进化了 他竟然吸出了好多凹凸的雷劫 你真幸福 这些劫雷本来是准备对付你的 没想到现在 被他这么一吸 你就减少了很多危险呢 红诺老祖一脸羡慕地望着叶桓 眼里充满了神亡 莫非我真的要杜劫了 叶桓一正 腾身而起 大哥你别紧张 有其他神兽保护你 你不会有危险的 红诺老祖安慰道 不不不 我现在还不能杜劫 我还没有找到缓缓 叶桓打击 如果现在杜劫去了神界 那只怕以后再没机会见到桓桓了 他和自己两世的情缘 就算真要离开仙界 那也应该当面告别吧 来不及了 你快准备吧大哥 虽然麒麟神兽帮你吸收了不少雷劫 但最终还得自己扛掉大部分的 红诺老祖着急的提醒 此时叶桓的心情十分复杂 他万万没有料到 神节会来得如此快 空中再次狂风暴雨 倾盆而下 奔雷闪电 更是冲天砸下来 仿佛要撕裂这片空间似的 哎 也许 我真的离开仙界了 纵然我贵为先帝 可一切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罢了 缓缓 有缘再见吧 叶桓长笑一声 猛地抽出那把大下龙渊剑 指向了天空 这一刻 猛烈的钢风吹散了叶桓的长发 狂暴的惊雷闪电 瞬间裂开了他的衣袍 遮天云顿 斩 叶桓不敢大意 迅速把仙甲展开 这件遮天云顿 跟着他不停地进化 此时已经成了一件极品的仙甲了 但是一道小山壮的闪电 奔涌下来 砸在他这件仙甲上时 竟把遮天云顿 瞬间烘成了粉碎 叶桓心里一沉 眼神凛冽 猛地旋转着 加速冲向了上方的劫垒 红诺老祖惊愕的 别人面对着劫雷时 或是奋力躲避 就是尽量闪躲 哪有人像你这样主动进攻的呀 叶桓剑一般地刺激了高空的劫云 煞事 整个空间爆出了一片震耳欲聋的响声 同时强烈的光芒 让红诺老祖也睁不开眼睛 这个疯狂的光景 这一片空间仿佛被摧毁一般 绵绵不绝的炸雷 好像要毁掉整个世界 大概一个时辰过后 红诺老祖缩在下边 瑟瑟发抖 他的头顶上方万里无云 渺渺星空一片成了 叶桓已经不见了 闭火麒麟也跟着消失了 红诺老祖灰头土脸地爬起来 身上的盔甲 已经烧出了无数个窟窿 头盔爆裂 头发一片交互 神节太可怕了 我离劫雷中心还有几千里远 竟差点没扛住 红诺老祖扔掉破损的仙甲 仰望着天空 不无担忧地念叨 大哥杜劫成功了 还是被神节炸成了鸡粉 忽然 他发现首射的定位小猪 闪亮了一下 嗯 怎么回事 上面有一个小点 在急速地移动 很快 这个红色的小点 竟然冲出了小猪 大哥离开仙界了 红诺老祖激动地 冲天大喊 大哥 你等着 我一定会来神节找你的 听众朋友 本书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关注喜马拉雅 海风 有声小说 海风会继续带更多好听的故事 给大家 下本书 我们不见不散 我会帮你 我可以帮你 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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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